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做Q&A 好 那我先說 其實很多問題 我的影片都有講過了 所以我會把連結放在資訊欄 你們就可以去看 啊我就不做回答了 除非你看完我那個影片 你還是有問題 那你就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 然後我就會回答你 好 那現在開始 身高體重174公分74公斤 但是我現在還在減脂 所以我可能下禮拜再問我 我又不一樣的體重了 而且我有可能會長高 我希望啦 應該是不會 可不可以固定時段直播 可以啊 其實 我現在 其實可以就是常常開啊 就是我沒有在剪影片或是拍影片的時候 我就開 然後 聊天 然後就是回答你們的問題 我都幾點睡覺 晚上8點到 半夜2點都有可能 然後我起床都是 半夜4點到早上6點會起床 就不管我早晚睡 我在 6點以前都一定會起床 不知道為什麼 斷食可以喝7-11的美式咖啡嗎 有12卡 可以 咖啡是一定會有熱量的 但是它不會破壞你的斷食 就是只要你是喝黑咖啡沒有加其他東西的話 你就可以放心喝 增肌瓶頸怎麼辦 好那練下去就對了 因為肌肉其實沒有長那麼快 但是如果你超過好幾個月都沒有進展 就是 舉的重量或是 看起來沒變狀 那你可能就要看是不是你菜單有問題 或是飲食有問題 好反正加油 你只要練了 你只要有在練 你就一定會進步 只是你可能沒有感覺而已 如何撿大腿內側 肚子 腰肩肉 好啊很多人都問這幾個問題 就是不同部位 然後什麼 局部瘦身什麼的 好那其實減脂你就是 全身 一起撿的 你不會說 瘦哪個部位特別快 但是通常 肚子是最難受的 肚子跟大腿內側是最難受的 但是只要你有在減肥 它最後也會被你 減掉 然後其實是有局部瘦身這個東西的 但是 幫助沒有到很大 啊我之後再發影片講一下 要怎麼做 怎麼讓小腿變細 好從來問這個問題的人 九成的人都會覺得自己的小腿是壯的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 你小腿不是肌肉 你小腿只是 肥肉跟水分 會有肌肉但是肌肉不是最大點 那你粗的點是因為你有 肥肉跟水分 那你只要減肥你小腿就會瘦下來了 我之前也是 小腿很粗然後 但是摸起來是硬的 所以我就以為它是肌肉 但是減完肥才發現它 它就不見了 就變細了 然後去查才發現 只是水分跟肥肉 在健身的時候會因為惰性中止嗎 會的話有什麼好的方法可以避掉 不會因為我之前看 過阿諾的一個影片 然後我就知道說 每局以下都會讓我離 目標更近一點點 啊其實很累我也還是會撐過去 當然啦除非我感覺 就是快受傷 那我就 那就另當別論了 有去過東海大學嗎 沒有 喜歡的異性類型 很廣 所以很難講 健身的時候都是誰幫我拍片的 冰鳥嗎 不一定 但是他幫我拍過兩次 然後 剩下有時候是我朋友 然後 或是我媽 但是我媽就有幫我拍過一次 然後那支影片我下架 因為有螢幕是我裸體 但是沒有露點 但是我怕被檢舉 所以我就下架 圓肩問題除了臉拉還有什麼動作 你把背部練起來 然後 挺胸 少坐 少坐坐著 就是少坐在椅子上 少駝背 這樣會比較重要 就是比較容易改善 請問一下你健身 在哪裡學哪些動作 例如看哪個youtuber 好我基本上都是自己摸索的 或是在健身房偷看那種 很壯的老手 是不是要先吃胖再練壯 不要 肥肉不會轉成肌肉 你這樣問應該是 你是異瘦體質 那你就去看我異瘦體質的影片 骨架小的人又矮 怎麼練看起來才能沒那麼小隻 好其實我骨架也是小的 也蠻矮的 那我覺得身高你不能改變 但是只要你 多一點肌肉你看起來就會比較霸氣 所以你練法的話你就全身都練 力量跟體質是不是兩回事 我都沒線條 對是兩回事 但是力量其實跟基因有很大的關係 然後而且通常沒線條就代表你體質太高了 就算你舉帶這種 體質高就是不會有線條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你體重比較重 相對可以推的重量就會比較重 那你會問我為什麼 啊因為 物理定律就是這樣 不然就這樣想一個50公斤 的男生 跟一個相撲選手100多公斤 誰可以推比較重的重量 喝乳清會不會長痘痘或喉嚨發炎 好應該是不會的 我是有聽過會長痘痘但是我還沒有聽過喉嚨發炎 那你會怕的話 就是長痘痘你會怕的話你就喝分離式乳 因為牛奶有些成分可能會讓你長痘痘 但應該是不太影響 減脂停滯期怎麼辦 好你可以試試看 熱量吃更低 或是增加運動量 或是你也可以 就是吃多一點 一星期 然後就是給你身體休息 然後再繼續減肥 通常這樣就會 再繼續減肥下去了 啊我每次都是這樣 這個方法就是我refit 也是我之後 拍影片會介紹的東西 會在意體重嗎 不會 我比較在意體脂 我希望我體重過重 然後體脂肪 過低 就5% 是說你一天都練2到4小時 是練全身還是每天幾個部位 不一定 但是通常都是練全身 但你們不要學我這樣操 因為有很大的機率就會受傷 我是因為已經很了解自己的身體 所以我才 我才這樣 因為我知道什麼時候我要休息 所以還喜歡這種風口練法 Gate說話這麼real 會不會給你帶來一點點困擾 還是你 還是把你當朋友隨便說什麼都ok 好那其實只要不是性騷擾的 我都覺得ok 特別是我直播的時候 其實你不管問我什麼問題 我幾乎 很久都會回答 而且我也蠻喜歡Gate 因為很多Gate人都很好 但是 還是有很多不好的 就是 那些會 就是講一些性騷擾的東西 而且我之前不是有講過 我不會回醉不認識 但是有一個 就一直 一直來那個 我直播的時候 我每次一看他就進來 然後跟我聊天 然後講幹話 我一直很好笑 然後我就 我就回醉他了 他自稱版喬州子儀 何冰鳥怎麼認識的 他還搭上我 沒有啦 他是我大學同系的學長 只做有氧也可以喝乳禽嗎 當然可以啊 因為乳禽就只是一個 蛋白質的來源而已 那你身體就是 需要蛋白質的 所以你如果 吃不夠蛋白質 你就可以去喝乳禽 自然健身有沒有極限 會不會為了更好的身材而用藥 自然健身有極限 但是我一定不會用藥 因為我的目標是當 自然的健美 健身model 而且我怕打針 如果喜歡男生會喜歡怎樣的 好 很多人問這個問題 直接給你們一個參考 人一定要好 就是個性要nice 然後 外表我喜歡 童韻或是張孝全那種的 爆吃後的體重上升怎麼辦 不用擔心因為通常都是水分跟食物重量而已 就是大變重 啊過幾天 大玩就會回復正常 健身需要禁浴嗎 不用 請問怎麼剪片還有我用的攝影器材 好 那我是用iMovie剪影片 然後我是用手機錄影或是電腦錄影 因為其實一開始只是做好玩沒想到那麼多人會看 啊可能之後 會再買相機或是用比較好的剪輯軟體 但目前我覺得其實這樣就可以拍了 只是 品質沒有那麼好 最喜歡的饒舌歌手是誰 很多沒有特別到最喜歡 都喜歡 身為化學系最討厭的科目 都很討厭因為很難 但是比較喜歡分析化學 因為分析化學比較簡單 三個月後才會來高雄 杜德 畢竟暑假 狗才去南部 沒 做8RM跟5RM的主間休息時間 其實我都不會特別去算 但大概都是一到兩分鐘 而且就看我那天 是比較想要 多的代謝壓力 還是想要舉更重 所以我就有不同的休息時間 會空腹訓練嗎 或是吃完東西訓練 會有什麼影響 好那吃完東西訓練一定會比較有力 而且沖血會比較好 但我比較喜歡空腹訓練 因為我最近的訓練都 就是蠻瘋狗的 只要有一點食物 然後你很瘋狗的那樣練 你就會想吐 所以我最近都是 空腹訓練 但是我 大部分時間都是 有吃東西訓練的 你有在看摔角嗎 沒有 要怎麼遇到你想跟你拍照啦 佛系遇 不要來讀我 遇得到就遇得到 因為我其實很內向 對 我其實遇到很多人過了 就是在我最醜的時候來遇我 就是 我那天可能頭髮特別醜 就像現在這樣 啊我現在在留 留更長我才能往後輸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過渡期 女生健身菜單 幹我這個一直沒拍 但我之後一定會拍 因為我知道女生都很想把屁股練大 那我雖然不是女生 但我也是很想把屁股練大 所以我最近還在研究跟實驗期 啊一旦結束我就會馬上發了 有什麼熱量是 有什麼食物是高熱量低飽足感的嗎 很多啊 洋芋片 飲料 甜甜圈 pizza 要買西裝嗎哈哈 之後再買 但是我覺得我不適合 讀新竹哪個高中 括號我讀曙光女中 好你讀曙光女中你就可以先去撕冰鳥了 冰鳥最喜歡曙光女中的 啊我讀曙光女中 硬舉下背很痛怎麼辦 括號已經舉很輕了 多休息 不然就是你知識錯了 深蹲可以每天做嗎 可以 粉絲見面會的相關問題就是 很多人問會不會辦粉絲見面會啊什麼之類的 他辦在哪 啊我就說 啊我就想啊其實我也沒什麼粉絲 啊如果之後比較多粉絲那我就 我就辦啊 就是 見面會 怕去健身房會被笑可以跑步減肥就好嗎 可以但是你不要怕被笑 因為如果你被笑那個笑你的人一定是 不好的人 所以你就不用管他 有可能跟其他 YouTube合作影片嗎 應該是有可能但是 我不知道 畢竟我內向不會土中去找人 如果腳比較胖 做重訓會不會長蘿蔔 好不會 做重訓加上飲食控制 你只會變很瘦而且很有線條 很好看這樣子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太壯了吧 不會 我覺得我肌肉過少 肥肉過多 所以我現在還在想辦法增加肌肉減少肥肉 可以多拍vlog嗎 沒問題 我體脂10%為什麼腰部還是有墜肉 好那你可能是肌肉量太少 所以 而且10%不夠低 一定會有肥肉 大概5%左右才會沒有 啊給你參考一下我大概8%左右 我也還是有肥肉 所以我們就 一起努力 如何運動減肥不但不長肌肉 好其實很多女生都會想要這樣 啊如果你去問別人別人就會 你就會被很多有在健身的人嘴 但是我不會嘴你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誠美觀 而且你看像什麼 全智隆啊跟很多 女明星都是很瘦的 沒有肌肉 但是我也是覺得很好看 好啊回歸主題 你就多做油氧 熱量赤製 或是熱量赤製就好 然後不要重量訓練 你就會慢慢減少肥肉 然後也不會 長肌肉 用什麼洗面乳 好我沒有在用洗面乳的 我都是用清水沖一下而已 沒有髒但是我還是會 沖乾淨 什麼時候可以增加重訓的重量 就是當你覺得做太輕的時候你就可以加重了 或是你同一個重量你可以推很多下 雖然你還是覺得重 但是你可以推很多下你就可以加重了 會吃隔夜燕麥嗎 不會 因為我不知道放燕麥隔天 放能不能吃 我沒有研究 我建議你是吃新鮮的 但是如果你去查是可以的話那你就可以 對 新竹最喜歡的早餐店 其實我很肥宅所以我都沒有出去吃早餐 但是我很喜歡麥當勞的早餐 有氧跟重訓可以同一天做嗎 可以 我都是這樣 什麼時候發現自己有裸露的癖好的 其實我從小到大在家裡都是不穿衣服的 所以我也不會特別覺得我很裸露什麼的 一定是做到肌肉酸痛才有效嗎 不是 但通常你肌肉酸痛代表一定有效 但是前醫師不是受傷的痛 乳清建議喝的時間點都可以看你 只要一天的蛋白質有 夠就好 不用特別去管什麼運動前運動後還是什麼時候喝 那其實 影響沒有很大 試過生酮飲食嗎 試過 其實你網路上查得到的飲食法 我大概九成都有試過 所以我之後會發一個影片講說 我試過的所有飲食法 然後分析給你們聽 Wanna see you do cheat day OK Once I finish cutting 是漫威粉嗎 喜歡哪一位漫威英雄 好是漫威粉 然後最喜歡鋼鐵人 畢竟我都 自稱清楚小勞搏到你 但是我是因為我生日跟他同一天我才這樣講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希望有回答到很多 就是有幫助的問題 就是健身的問題 好那就祝大家都 健身順利 長肌肉減肥順利 或是人生順利 拜拜 拜拜